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发达,需要有规有矩,没有规矩的家庭比贫穷更可怕 一对长辈有礼有节 导演陈凯歌曾和老婆陈红带着儿子陈飞宇参加过一档节目 节目里陈飞宇在推门进来时,父母正在用餐交谈 于是陈飞宇轻轻地带上房门,站在门口角落,并没有上前打扰父母 直到陈凯,歌叫陈飞宇,过去时,他才轻声漫步地走了过去 陈红给陈飞宇喂了一口菜,问他好吃吗? 因为嘴里正在咀嚼食物,陈飞宇并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之后,陈凯歌把自己的筷子递给陈飞宇,让他加快肉吃 陈飞宇双手接过陈凯歌递过来的筷子,非常优雅地向父亲点点头 陈凯歌在和陈红回忆过往时,陈飞宇就蹲在母亲身旁 紧紧搂着母亲的肩膀,父母聊天,作为孩子不插嘴,吃饭不能说话,接东西时,双手点头,表示感激 看完视频以后,很多观众都赞扬陈凯歌的家教,还有陈飞宇的有礼有节 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暴露出了孩子的教养,也暴露出了父母的家教,只有家教严明的父母才能 教出有教养的孩子,郭德纲是出了明的家教严格,家风严密 时至今日,郭德纲跟父亲坐在一起,依然是挺直了腰板,不敢翘二郎腿 郭德纲跟父亲从来没开过玩笑,在家里没说过一个脏字,对父亲永远是毕恭毕敬 儿子郭麒麟一点儿也没有新二代张扬跋扈的样子 郭德纲说话时,郭麒麟永远都是站在身后,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美国著名牧师葛培里说,一个被允许不尊重父母的孩子,不会懂得真正尊重任何人 同样的孩子,在父母面前守规矩,毕恭毕敬,必然也会有礼有节地相待他人 而这样守规矩有教养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大家喜欢和尊重,就像陈飞宇和郭麒麟 领两人不仅事业发展很好,业内口碑也好 两对孩子规矩严明作家刘雍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 你不舍得给孩子立规矩,就会有人给孩子长教训 刘雍是个典型的严父,从小就在给儿子立规矩,让他学会独立和尊重儿子 刘雍小时候不爱说话,养成了自闭的习惯,刘雍就给儿子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矩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严格作息,不能偷懒,自己洗衣服 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必须要自己做饭 儿子看电视要管,玩手机也要管 还把儿子独自送到路程三个小时的地方上学 有一次儿子做错了事,刘雍骂了他两句,然后把头转到了另一边 转过头时,刘雍发现儿子把脚偷偷地抬起来,示意想要踢他 虽然儿子这是个假动作,可还是被刘雍看到了 于是刘雍动手教训儿子,他说 要么你不要立规则,要么你就得严格执行,这是很重要的 在父亲的约束下,刘雍很小就学会了独立学习 也很刻苦考上了哈佛大学 面对父亲的管教,刘雍对父亲也有过讨厌,叛逆和憎恨 但在长大成人,考上哈佛的那一年,刘雍突然意识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刘雍表白父亲说,这二十一年来,我讨厌你的严加管束 而二十一年后,我很感谢你的宽宏大量 我该起飞了,却莫名其妙地有点舍不得 孩子的生性都是顽劣的,叛逆的 但父母如果只是一位由着孩子的 镜子来,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走上歧途 或许小时候,孩子并不能理解父母的用意 假以时日,一定能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不懂得立规矩的父母,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与其跟孩子讲道理,还不如给立规矩 在梁启超眼里,改变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道理,而是规矩 梁启超六岁时,因为一件小事 向母亲撒了谎,被母亲叫到卧室严厉教训一番 母亲一向温良醇厚,这是梁启超第一次见到母亲圣怒的样子 梁启超试图掩饰,没想到惹得母亲怒上加怒 动手教训了他一顿 从此母亲为他立下不许说谎的规矩 等到梁启超长大以后,母亲才语重心长地告诉 他人之所以说谎,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却谎称 没做过,或者有该做的事,没做好,却谎称 做到了。母亲的这番话 给梁启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他幼小的心中立下了规矩 家庭教育中曾说 有规矩的自由叫活泼 没有规矩的自由叫放肆 家庭没有规矩 孩子就没有原则 孩子小时候不给立规矩 将来走向社会很容易缺乏敬畏心 规矩意识不单纯是保护孩子的铠甲 更是孩子通往未来世界的门 三、夫妻之间互相尊重 很早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婚姻故事》 讲述的是一段完美婚姻走向消亡的故事 查理是天才导演 你可是优秀演员 两人因为工作结缘一见钟情 他们一度认为对方是最契合的灵魂伴侣 旁人也觉得他们是一对默契无见的夫妻 就是这样一对默契无见的夫妻 最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在一起生活久了 他们就会屏蔽掉对方身上的优点 看到的都是缺点 查理在家里当起了甩手掌柜 孩子都是妻子在照顾 他充耳不闻 查理还忽视了妻子的情绪 独断专横 妻子连骑马的话语权也没有 公寓的悬址和房型都没有 询问过妻子的意见 家具也全部是按照他的品位买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妻子想要的 有一次 两人再次为了孩子的抚养权而争吵起来 两人越说越激动 越说情绪越失控 最后开始翻起了对方的旧账 彼此都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话 查理大声 咆哮说 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希望你死 我希望你得重病或者被车撞死 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攻击 指责对方 两颗心渐渐越走越远 最后彻底分道扬镳 2018年某省离婚案件中排在首位的离婚原因 不是家暴 也不是感情破裂 而是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 夫妻之间因为不懂相互妥协 原本鸡毛蒜皮的小事愈演愈烈 最后成为了离婚的导火索 很多人都会觉得 对上要对长辈讲规矩 对下要对孩子立规矩 唯独忽略了夫妻之间 其实也需要讲规矩 一个家庭 夫妻是最亲最爱的人 也需要立规矩 不吵过业架 丈夫要先哄妻子 能用感情解决的问题 不要用道理不 说伤害对方自尊的话 说出口了要道歉 无论任何情况不可以动手 遇事有分歧 双方都要尊重沟通 家务是要恰当分配 不能依赖一方的付出 管孩子要统一战线 不能当孩子面唱反调 只有夫妻同心协作 一个家庭才能走向富足 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夫妻恩爱 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夫妻关系和谐 家庭自然风生水起 蓬勃兴旺 有规矩的家庭 再穷也能发家 因为有敬畏心 没有规矩的家庭 再富也会败光 因为家风不正 有规有矩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精神 不动产也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中 我们不时会碰见喜欢泼人冷水的人 明明你正积极进去 想要做成一些事 这类人就会开始不断地选择冷言冷语 来令你灰心丧气 直到你心态动摇 选择放弃 人生要懂得远离那些喜欢泼冷水的人 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负能量的看法不说 还喜欢以自己的负能量来影响别人 一泼冷水伤人于无形 在生活中 你肯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你要决心要减肥的时候 他会笑你 放弃吧 你那么爱吃 肯定瘦不下来 当你打算放弃公务员工作出去闯一闯十 他会告诉你 别折腾了 你连养活自己都困难 当你年纪大了想学学做微商 他会告诉你 那都是骗人的 以你的智商 别把钱败光了就行 有时候你会发现 当你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干一件事的时候 希望得到身边人的鼓励 但你把计划一说 得到的全部是泼冷水 而这些泼冷水的人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 有一档综艺节目 其中一期请了宋丹丹和他的儿子巴图在节目中 作为妈妈的宋丹丹 对儿子泼冷水可谓无时无刻 看到别人的孩子为大家做早餐 宋丹丹会说 我生了一个废物 啥都不会干 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当巴图为他手忙脚乱生活煮鸡蛋时 他却一边奚落 儿子笨手笨脚 一边埋怨儿子扬起了烟灰 弄糟了自己的脸 丝毫不顾巴图的面子 二熟的巴图只能尴尬地走向一边 我不知道听到妈妈当着众人的面说出 我生了一个废物 他什么都不会干的时候 巴图是怎样的心情 从没干过家活的儿子主动为你做早餐 不鼓励反而泼一桶冷水 这样的教育方式 儿子可能永远都学不会 长不大 扎克伯克曾经分享过一组关于亲子教育的图片 列举了不尽则负 我的种种表现 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爱泼凉水造成的 如果孩子自卑 缺乏自信 那是因为父母总爱 又恶劣的语言 贬低打击他们 微博有一网友讲述 初中时 一大家子在KV唱歌聚会 表妹说她长大要当歌星 她就说长大要和表妹组个女团 妈妈听到后在KTV当众给她泼冷水 嘲笑她她唱得不如表妹好听 让她感到无比羞辱 导致她至今都不愿意开口唱歌 后来 只要全家人聚在一起 她就会感觉很自卑 感觉自己样样不如表妹 这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当她试图跟妈妈沟通这件事时 才刚说起自己受伤的心情 妈妈便开始教训她 你怎么这么剥离心 这点打击都受不了 以后在社会上还怎么生存 她直到现在 心里这个阴影都没有过去 有些家长喜欢通过泼冷水的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 在智力上的优越感 从而表达一个潜在观点 你所做的都是错的 只有在我的领导下 你做的才会正确 他们想挽回自己在教育上 对孩子的失控 然而这种方式只会让孩子与他们日渐疏离 对于我们普通人 父母的善意批评会在不经意间影响自己 会束缚自己前进的脚步 严重点还会形成人格上的缺陷 即父母一再强调你改不了的毛病 那真的就改不了了 因为自己虽然知道父母说的有点道理 但更多的情绪则是和父母的对抗 为你好才说你 别人哪管你呀 很多人就是这么把人际关系搞砸的 他们以为批评和揭露是一种政治的品质 但实际上这种浮狼水师的人际交往模式会给别人带来负能量的影响 二喜欢泼冷水的人说明内心充满了负能量 我们在生活中要是想做成什么事 总是免不了会遇到周围的人冷言冷语 多半说什么我们做不成或是叫我们趁早放弃 言语之间把他们不看好的想法表露无遗 的确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要实现就能做到 但是泼了水的人不是真的觉得做不成 也不会细致的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 只是单纯的出于自己负能量的思考方式来给人泼冷水 以促使我们选择放弃泛进中举的故事中 糊涂户真的清楚女婿泛进能不能中举吗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他一贯看不上泛进这个女婿 当然要对泛进跑去参加科 举的做法表示一番冷嘲热讽 可等到泛青确实中举的时候 则换上一副恭敬有加的态度 再也不冷言冷语 糊涂户这样的人随处可见 他不是真的为你分析出利弊 甚至之所以泼冷水 就是担心你的成长和蜕变 这属于一种小人卑鄙的心态 他期待不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 都以自己为尊 喜欢被崇拜 即便能接受陌生人的成功 也难接纳受人的超越 泼冷水的人其实不怎么清楚内情 只是信口开河而已 三我们真正要远离的是负能量的思考 负能量的思考才是泼冷水的人的本质 他们对别人的努力看不上眼 只顾着冷言冷语 把人说的心态动摇和放弃 才是他们希望达成的目的 只要回顾一下自己人生的经历 你不难发现 但凡喜欢泼冷水的 试试把否定观点挂在嘴边的人 很多源于认知的肤浅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分析思路 力证着自己言论下心不通的证明 这类泼冷水的人 他泼水的事情并非单一事件 而是人生绝大多数的行为 他们信奉的是速成主义 短期利益 甚至是紧紧眼前的得失 常言道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我们之所以要懂得远离泼冷水的人 就是因为他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只想着怎么把自己负能量的观点给表达出来 我们要是与这样的人长久来往 只会让自己的思考也负能量起来 远离生活中 那些喜欢泼人冷水的人 也是在远离负能量的影响 当然 不是说我们就要不听人劝 什么事情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否定意见 关键在于这些意见到底靠不靠谱 值得不值得听信 刘备托孤白地成的时候 告诉诸葛亮说 马素言过其实 不堪大用 其实就是肺腑之言 不是给诸葛亮泼冷水 因为他是对马素这个人有认识和剖析 不是从一知半解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生活中正能量的人往往就是如此 他们固然会表示自己不看好的想法 但会委婉许多 四委婉是人情世故的表现 生活中不论是谁 肯定都不愿意被人泼冷水 正能量的人往往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是能让别人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劝说 而不是只想着泼冷水引起他人的不满 事情能否有所成 本身就是个未知数 我们想做出一些事情 但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十拿九稳 尤其是一些看起来就不是能轻易做到的事情 他人有冷言冷语其实也很正常 但是正能量的人会真心实意地为朋友考虑 用委婉的方式把自己不看好的想法和原因说出来 达到规劝的目的 而不是一盆冷水浇下来 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如何说话本就是人情世故的体现 有的人只顾着成口舌之快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和想法 自然就冷言冷语 而有的人懂得体贴他人 则会用委婉的方式来劝说朋友 人生之中有很多事情成与不成 都不乏冷眼冷语的人 但是那种不管大小事都先给你泼上一盆冷水的人 心灶远离美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小时候花着父母的钱 顺着父母的安排去做 不觉得有多难 成年之后 什么都靠自己 常常为钱发愁 还要担心 人生跌落低谷 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底层的人 难免心有不甘 每个人都想变福 但是 富有的标准 似乎变成了金钱的多少 其实眼睛一直盯着钱 不是真福 唯有把智慧和金钱 道德等积累起来 才是真正的富有 因此 在变富的路上 我们先要让自己变得聪慧 正所谓蛮干不如巧干 劳力不如劳心 越来越富有的人 都懂得以下三大定律 一围棋定律 从前 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比赛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谁能跳到塔顶 谁就是比赛的最终赢家 许多围观的青蛙看到这座塔如此之高 他们说 你不能跳到顶楼 否则就别浪费你的精力 一些青蛙听到后 犹豫不决 退出了比赛 而另一些青蛙没有动摇 开始了比赛 过了一会儿 另一只青蛙说 你跳了这么久 跳得这么高 算了吧 当时许多青蛙动摇了他们的意志 撤退了 最后 只有一只青蛙坚持了很长时间 最后 跳到了顶端 这时所有的青蛙都惊呆了 旁边围观的青蛙很难理解 这么多青蛙 已经退出了 是什么让这只青蛙肩 这到底 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是一只龙 青蛙 即使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独立和执着的人 如果十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和看法 你的决心也会动摇 这个心理过程就是著名的围棋定律 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 对于人生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 赚钱的套路也会有很多的思考 但是你的想法说出来了 身边的人就会提出支持或者反对的建议 就算是你的父母也有可能站出来反对 到底要坚持做自己还是听从大家的 保罗是世界上著名的首富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经常受到别人的影响 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是当保罗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在河马买了一块地根 据他的经验 这片土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然而 一位地质专家告诉他 根本没有石油 保罗为了安全卖掉了土地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后来发现地下确实有很高的石油储量 第二是1931年 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 大多数股票大幅下跌 保罗觉得这是一个逢低买入的好机会 于是他毅然购买了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一直低迷 公司里的人都有消极的情绪 这将会变得更糟 保罗被周围的劝说所动摇 卖掉了他所有的股票 后来 保罗只需要再坚持一年 他就会得到数千万美元的回报 第三个错误发生在1934年 当时保罗对中东的石油资源感兴趣 他计划购买采矿权 此时 油 下剧烈波动 中东的石油开采权 可以用几十万美元获得 但每个人都认为 中东的动向可能会让他付出一切 十多年后 由于最初的放弃 保罗最终以比原价高 一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他 后来 保罗在商场里打拼 总结出一句话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没有自信 你就失去了一切 一个人要变富 就要这样想 自己选择的路 哪怕跪着走也要走完 只要方向没有错 自己也很有兴趣 那么你多折腾几次就会看到效果 一切的流言蜚语都不要太当一回时 人生皆苦 一切都要自度 因此 你一开始就得靠自己 能否坚持下去 还得靠自己 久而久之 精神会出类拔萃 赚钱也会增加 二两分钟定律 凡事先干起来再说 就有了成功的征兆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一定要在两分钟之内就去做 否则 这件事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 甚至不再去做了 这就是两分钟定律 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每天都有 但是我们不一定抓得住 比方说你要去逛街 但是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 就不想去了 因为有一条很吸引人的小视频 让你痴迷其中 反反复复刷手机无数的两分钟过去了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悟 有想法 没办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的想法有了 办法也有了 却没有行动 毕竟办法不是设计图纸 而是随机应变 相机而动 中国青年杂志上 写过一位叫杰米布顿的棒球运动员 他退出球队后 不知道做 什么才好 有一天 他翻出自己的旧物 发现有一个口香糖的包装 上面有他的头像 多年前 他拿着口香糖给父老乡亲 证明自己的棒球很厉害 他灵机一动 把已有宴会主角的口香糖散发给各位来宾 一定很有意思 很快 他占有了当地百分之八十的口香糖市场 一个头像 一个包装 一阵风 一根铁丝 任何东西都能让你有灵感 但也就是灵光一闪 接着就过去了 并没有因此变成富人 行动不是明天 而是马上 你总是比别人快一步 那么你常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赚钱就容易多了 三只指定律 错了就止损 不要有侥幸心理 有钱就止欲 不要贪心不足 一些微不足道的 小事如果不知道停止 就会让我们走向失败 能在赢的时候主动退场 在顶峰的时候及时收手 否则可能越满则亏 物极必反 这就是知止定律 深度分析就会发现 人生中很多事情都要支持 也就是及时止损 错了要改正 对了要坚持 到了一定的高度 要往回走 山姆·沃尔顿 美国的一个普通小伙子 因为家庭贫困 他不得不像父亲那样 靠坐油漆活赚学费 在一个假期 他承包了一件刷房屋的事情 在完工之前 不小心把油漆 撒在了墙壁上 为了遮盖油漆的痕迹 他反反复复地刷墙壁 为此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几乎没有利润 不知什么缘故 房主的女儿 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告诉了家人 房主非常感动 资助他上大学 并把女儿嫁给他 把名下的公司给他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变成了沃尔玛的创始人 更可贵的是 他赚得盆满钵满之后 始终很节俭 开着就货车出门 不买豪宅 理发只愿花五元 被人们称为抠门的老头 一点油漆算不得什么 但是止损的态度 值得点赞 因为没有让别人承担损失 因此自己也没有损失 因为尽量抠门 因此财产没有蒙受损失 没有因为奢靡而败家 生活中除了对金钱要止损 还要管好自己的嘴 别乱说 坚持闷声发财 管好自己的行为 不要炫耀 不要为面子买单 管好自己的内心 不要被欲望控制了 钱到手了 不一定是你的 学会止损 养成节俭的习惯 钱才会在你的手里停留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发财的机会 也有学习的机会 关键是你是否抓得住 抓住了机会 关键是你能否坚持住 坚持住了 手里有钱了 关键是你能否留得住 成年人想要变富 先要富脑 如果眼里只有钱 反而会作茧自负 没有人告诉你如何变富 但是你时刻都在丰富自己的思维 财富自然会和你结缘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的成长是非线性的 第一个二十年 飞快生长 进步神速 几乎每一天都会吸收新的知识 呈现不一样的自己 第二个二十年 我们放慢了脚步 有了自己的天地和事业 也开始收获生活的馈赠 第三个二十年 最不容易 常常发现 以前行得通的方法 会失去效用 以前能创造出成绩的思路 会变得无效 以前对自己来说 有用的能力会过时 以前支撑自己前进的信念 会变得不合时宜 你才发现 原来没有一种能力 能让你所向无敌 不同的人生阶段 需要不同的通关公式 境遇变了 游戏规则就会改变 以前行得通的方法 在新的人生阶段 也许会变成绊脚石 如果一味地抱着 过去的经验和思维模式 就会发现自己 掉进的习惯陷阱 所谓习惯陷阱 是指一个人 总是用同一种方法 解决不同的问题 总是用过去的思路 规划未来的问题 总是用别人的标准 解决自己的问题 爱因斯坦说 持续不断地 用同样的方法 做同一件事情 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就叫荒谬 过去的习惯 带领着我们 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习惯一直在延续 未来也会一成不变 没有成长 没有惊喜 走出就惊艳地束缚 修炼出新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 舍弃十样东西 一舍弃应该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中 有很多应该做或必须做的事情 这些应该并不总能够帮助你 找到目标 相反 他们还会时常暗示你 你不够好 所以你应该如何 同时会消耗你的能量 让你变得越发消沉 在真正重要的人生选择上 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 要比做应该的事更重要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是刚愎自用 而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 把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全部罗列出来 彻底忘记 今后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二舍弃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习惯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事实上 每个人的想法 和生活状态都在不停地变化 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说过的话过于执着 执着于过去认为重要的事情 只会让你无法好好的发展现在的自己 当你觉得自己说过的话 已经让你感到苦恼或焦虑 就应该诚实地说出自己现在的想法 三社区竞争 人生的前半段是在与同龄人赛跑中度过的 要比同学成绩好 才会有更好的工作 要比同事做得好 才有更广阔的前途 房子要比别人的大 生活在幸福 竞争的思维模式 推动我们不断地努力 不断争取 也埋下了一颗让我们不幸福的种子 就是比较 别人有的我也有 还更好 就是幸福 别人赢了 就意味着我输了 我失去了 其实只要冷静思考一下 就会明白自己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别人的失败 同样 别人的成功 也不意味着自己的失败 与其把精力放在没有必要的竞争上 不如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四 舍弃自己原本没有必要做的事 如果一头奶牛说我只会产奶 不会狩猎 我对自己很失望 你一定会觉得奶牛只要会产奶就好了 狩猎自有其他动物去做呀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陷入这种误区 希望自己无所不能 爸 没必要自己 做的事揽在身上 给自己增添压力 大多数时候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已经非常成功 如果你被琐事牵扯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不如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又做了一些本不是自己该做的事 果断舍弃那些不是你该做的事 无舍弃什么都想要的想法 研究表明 物品的数量与物主的不安程度是成正比的 在我们囤积大量物品时 心中想的是我需要这个 不能没有这样东西 这种想法会加深我们内心的不安 而当我们开始舍弃一些东西时 心里想的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没关系 是一种放松的安全感 你需要依赖的外界的东西太少 自己的内心就会越强大 想想那些东西是没有也无碍的吧 不仅限于物品 还有一些执着的念头 一些消耗自己的关系 六舍弃讨好他人的习惯 年轻时 希望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人见人爱 于是总想做好每一件事 让所有 人都对自己满意 甚至形成了讨好型的人格 讨好型人格总是在委屈自己 成全他人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 委屈求全换来的只是对自己的过度消耗 要知道 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 不会总是因为他人而消耗自己的能量 你的能量应该集中起来关注自己 而不是越界的去考虑他人的感受 毕竟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七舍弃实心观念 工作进入第十几二十个年头 会产生极大的倦怠感 朝九晚五打卡 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 按时领薪水 这样固定的节奏了 看不到大幅提升收入的希望 事实上 想要通过严格遵守出行规则来提升收入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能提供的劳动时间是有 等 我们需要提升的是单位时间内 你的劳动带来的价值 丙薪收入等于工作时间的回报的想法 想一想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为谁做出了贡献 谁会因此甘心 谁会从中受益 当你的付出能够让更多的人快乐或者受益时 你的收入也会成倍的增长 八舍弃挑剔的习惯 通常挑剔别人的人 都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在他人身上的应照 就像总是说 别人吝啬的人 自己其实并不大方一样 舍弃挑剔的习惯 试着想想 之所以你会挑剔别人的缺点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上有关联的缺点呢 把你常常挑剔别人的缺点 全部罗列出来 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问题 尝试用解决问题的思路 看待这些问题 看看是不是自己更需要改变 九舍弃无畏的忧虑 马克吐温说 我总是担忧未来 担忧未知 可是大部分从来不会发生 的确 生命的本质是无常 大多数变化和意外我们无从预知 大多数我们能想到的未来 也不会发生 无畏的忧虑不仅不能够改变过去或者影响未来 还会让我们丢掉此时此刻 如舍弃无畏的忧虑 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上 使舍弃舒适区 人们常说舒适区没有惊喜 没有成长 跳出舒适区才能够实现突破 但是该如何跳出舒适区呢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最害怕的事情说 从现在就开始 比如 你很害怕用外语和人交流 担心自己的英语发音不准可能会出丑躲避 一切需要用外语交流的场合 躲在舒适区里 你的英语能力就会不断的退化 手机舒适区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尝试做一次 第一次发现自己发音不准 但是对方也能够听懂 就会有第二次 舒适区不可能永远舒适 而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事极其难改 现在 罗列出让你感到害怕的事情 鼓起勇气去挑战它 你的舒适区就会不断的扩大 事事多变 只有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们才有从习以为常的表象中洞察本质 发现趋势的能力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诗经》中说 肩余苍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年轻的时候 我们向往爱情的美好 认为牵手一人倒白头 是很幸福的事情 进入婚姻后会发现 有时候爱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遇到不体贴自己的人 甚至还要产生逃脱的感觉 前几日朋友 讲了自己父母身上的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问好 朋友的父母都已经退休 为了生活舒适 他们回到老家 过田园生活 父亲57岁 在单位做了半辈子的管理 回到家也习惯了指挥 母亲原本也有一份工作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的成长 办了内退 年轻的时候 一直都在隐忍父亲的坏脾气 尤其是知道 父亲夜不归宿的原因后 更是气得几个月 不跟对方说话 孩子大学毕业后 母亲曾提出离婚 后来被孩子们劝回来 说家庭完整才温馨 又劝父亲改一下脾气 两个人才又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年 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以前是父亲想吃什么 母亲就会做什么 吃完饭 父亲躺沙发上看报纸 母亲一个人去收拾家务 几十年的生活 父亲早已习惯被母亲照顾 回到老家后 父亲依然有爱指挥的习惯 要求西红柿要八十厘米兼具 种一颗黄瓜 要早上有露水的时候摘 炒豆角要放一点辣椒 很多时候 她说的话并没有人听 母亲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饭 爱吃不吃 自从退休后 母亲每个月有了固定的工资 儿女也不需要她负担 她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再也不想听父亲的管束 家里的位置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父亲摔了一跤后身体大不如前 每天坐在轮椅上 需要母亲推她出来晒太阳 那天她说要喝茶 母亲给她倒了一杯 她尝了一口就把茶水泼掉 发脾气道 说了多少次泡茶要用刚烧开的水 这水只有八十多 不是现烧的吧 母亲把杯子一把拿过来 告诉父亲 以后不伺候你了 你想让谁给你泡茶 就找谁去 说完 她收拾衣服就离开了家 跟一个小姐妹去做保洁工作 怎么劝也不回来 朋友说特别能理解母亲的想法 她也不想强迫她改变自己 她一辈子为家庭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 至于父亲 也该反省一下 泡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人照顾 都是她自找的 一婚姻就是一场合作 婚姻是什么 每个人对婚姻的解读更有不同 有人说 婚姻若非天堂 即是地狱 人们怀揣着对幸福甜蜜的婚姻生活的憧憬走进婚姻 他们是真的希望执子之首 与子偕老 都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 她甚至可以决定女人的一生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诚然 嫁对一个人 会让你的人生助力不少 或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但婚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结婚证和孩子都不能成为你婚姻的保障 王子和公主的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只是开始 不是结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情归于平淡 在婚姻的旅途中 我们无时无刻不再解读这样一个命题 相识 相知 相恋 步入婚姻 然后再归于平淡 慢慢的 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在互相伤害中折磨的精疲力尽 在矛盾升级中不堪重负 最终选择分道扬镳 婚姻就是一场合作 投资妻子是智慧 快乐的女人才能带来家庭的幸福 这位朋友的父亲早已习惯了妻子的付出 在他心中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 认为自己对家庭的贡献比较大 殊不知 夫妻之间有分工 年轻的时候 女人会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照顾孩子和老人 耽误工作也在所难免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丈夫能够多一点体谅 就会让妻子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丈夫把妻子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甚至做出背叛的举动 则会让妻子伤透心 即便没有转身离开 这段感情也已经消耗殆尽 很多女人坚守婚姻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为了孩子 她们知道孩子渴望一个完整的家 不管夫妻感情如何变化 在孩子心中 父母都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 女人选择了音乐 但并不会意味着接受情绪积累在心中得不到消化 总有一天会爆发 苏敏和丈夫结婚三十年 丈夫脾气不好 动不动就摔东西 却对家里的开支很吝啬 只愿意拿一半 要求给治 为了女儿健康成长 苏敏忍了 她自己出去打工挣钱 当过缝纫工 做过服务员 终于把女儿抚养长大 丈夫又一次发脾气后 她选择逃离 开着一辆分期付款的车一路南下 表示坚决不容忍对方 再也不想再继续面 非保姆 苏敏的故事打动很多人 有网友留言说 你做了我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为了孩子 我还在忍着 真是令人心酸 如果男人意识 不到妻子承受的痛苦 就不会懂得换位思考 等有一天 妻子转身离去 才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二 一个家庭 最好的富是什么 知乎上有人问 一个家庭最好的财富是什么 下面有个高赞回答 有个快乐的女主人 没错 女人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女人过得快乐 这个家庭大概会过得很幸福 如果女人过得压抑 则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情绪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 都能感受到压力 容易抱 引发矛盾 聪明的男人会善待妻子 因为他知道 对妻子的疼爱 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电视剧《金毛飞上天》中 狠江河和洛玉珠的感情很好 他们走过很多弯路 也曾因为时间差而失之交臂 洛玉珠结婚有了孩子 再次跟陈江河在一起 他依然是陈江河眼里的宝 婚后 两人有了自己的事业 洛玉珠思维独立 有时候听不尽陈江河的建议 陈江河也不跟他争辩 两人保持各自的想法 在晚年的时候 两人回归农村过田园生活 一人种菜 一人种玫瑰花 陈江河还给他打造了一个秘密花园 两人的浪漫爱情感动很多人 有人说陈江河是幸运的 事业三起三落 依然发展得很好 其实背后的原因 跟妻子有很大关系 夫妻互相尊重 才能把智慧集中到一起 让事业利益最大化 那些尊重女人的男人 并不是没有脾气 而是懂得控制情绪 直到一个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而不是计较谁高谁低 就如朋友的父亲 一辈子习惯指挥他人 他却没有理性关系 把妻子的隐忍当成好说话 等妻子离开后才后悔 已经晚了 树叶不是一天变黄 人心不是一天变凉 好的夫妻关系需要双方维护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妻子 妻子过得幸福 才是一个男人的成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危险人格识别一书中 情绪不稳定被视为危险人格 情绪不稳定的人往往缺乏控制情绪的能力 一点点刺激就能让情绪成为他的主人 这就导致他们性情多变且极端跳跃 这类人可能上一秒喜笑颜开 下一秒就会因为受某种微小细节的影响 变得偏执暴躁 11月13日晚 在广州市天河区天环广场停车场出入口 与保安因为停车管理纠纷 将一名奔驰司机捅死 犯罪嫌疑人已被天河警方控制 现场视频显示 保安作案后 曾对着抱着奔驰司机的女子笑笑 有辆车了不起了吗 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奔驰车主进入停车场速度太快 被保安敲窗提醒 车主生气 骂保安是条看门狗 撞死又怎样 接着两夫妻一起骂保安 声称要投诉他 让他丢工作 之后双方发生冲突 保安将奔驰车主捅死 当然 这还只是一面之词 真实的情况带等警方调查的结果 可确定的是 一个生命已经失去了 而杀人的保安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 等待他的都是法律的演唱 看完新闻 唏嘘不已 恐怕这又是一个坏情绪引发的悲剧 去的责任是双方的保安和车主 估计都说了过头话 才让本来一点小事不断升级 最后演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不管情绪都多坏 保安杀人都是错的 哪怕他受到委屈 也不能以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保护 我们常说 情绪不稳定 绝对是一场灾难 人活在世上 哪里有不受委屈的 可是成熟的人要学会用合理的手段反击 而不是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 有句话说得好 控制不了情绪的人 就是一颗行走的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相反 一个人在情绪失控之下 智商真的等于零 罗伯怀特曾说 任何时候 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努力 不应 开始 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无论情况多么糟糕 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 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成年人的世界 什么情绪什么命 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 也就控制不好自己的人生 一远离人渣 是唯一的选择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 让人目瞪口呆 苏州一名男子和女友吵架 两人拉扯着过马路 突然 男子一把将女友推向迎面开来的公交车 得亏司机反应灵敏 即使踩下刹车 要是再慢几秒 女孩就要遭殃了 事后 男子扬长而去 被司机和路人拦下 面对大家的指责 他没有一丝悔意 反而为自己开脱 是女友一直 拽着他不放 还放眼 他死了 我跟他一起死 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新闻 去年10月31日 山西朔州一男子骑电动车撞人后 跟后座的妻子发生了争吵 一气之下 竟当街将女子按在地上 用石头猛砸 整整持续了五分钟 竟然把妻子活活打死了 一时冲动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这种人真的太可怕了 希腊哲学家欧里比德斯 对这种心态做过解释 我知道我将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可怕 但比之更甚的是 我的愤怒已经战胜了我的理智 其实活在世上 谁都有至爱时刻 谁都有着急上火的时候 很多时候 是别人对不起我们 我们千万不要用一个更大的错误 去掩盖别人犯的错 那样除了宣泄情绪之外 不会有任何结果 关键时刻控制情绪 真的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而对于那些暴躁易怒 情绪不受控制的人 除了远离 真的不要有其他的选择 二能扛视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 看圆桌派 有一期一题很有意思 窦文涛说 他也遇到过艰难的时刻 那时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觉得这事怎么也过不去了 心里非常的焦虑难过 然而等到第二天是还是那件事 但他睡了一觉醒来 突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窦文涛这才意识到 也许事情没有那么太山压顶 只是自己把它想得特别重 而后他冷静下来 经过一番计划 顺利地把事情给解决了 最后 我对窦文涛说了一句话 印象深刻 情绪过了事就不叫事了 是啊 明明是同样的一件事 但你的情绪是平静还是崩溃 看到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 能扛视真的是我们最了不起的才华 前两天有个悲剧 真的是扛不住是导致的 11月9号有网友爆料称 11月2号凌晨 重庆市河川区实验中学高中二年级 16岁杨洪化名 于在学校教学楼坠楼身亡 据了解 和杨洪伟一起坠楼的 还有一名同班男同学罗伟化名 目前 罗伟还在救治中 据了解 此前两个孩子曾因谈恋爱被校方要求写保证书 并休学回家九天 看起来还是因为承受不住压力才做了殉情的事 其实读书的时候谈恋爱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是被处分了 也不是天崩地裂 毕竟只要稍微长大一点 就会知道 年轻的时候做出点傻傻的事情是难免的 可是两个孩子却用另外一个大的多的错误去买单 最后的结果 无比惨烈 三有得即是福 无称即无货 在西南连大时 一日与飞机轰炸 师生们都往外跑 叫庄子的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中奚落道 我跑是为了庄子 你什么用都没有 跑什么呢 沈从文笑笑不语 作家桌子说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不和烂食纠缠 十一 一种生存智慧 这世上有的人有底线 有的人没有 而你如果遇到没有底线的人 你的一丝情绪发泄 就可能让自己粉身碎骨 所以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和他们争论 避开锋芒 你没必要跟所有人都去争个 你死我活 圣言法师说 有得即是福 无称即无祸 心宽守子严 量大 至自愈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这很正常 学会控制情绪 作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要把心放宽 欲试多想想好的方面 人生在艰难 明日清风也不要钱 学会控制情绪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自己爱自己 没有人能够给你百分百的爱和安全感 安全感 但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你自己拼出来的 学会控制情绪 做一个情绪稳定之人 冲动上头时 给自己三秒钟去火降温 在心里问问自己 是否真的考虑清楚 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余生愿我们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这个分杂的世界中 做一个温柔且善良 这既是善待他人 也是善待我们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今日三怀完景好 共其百岁老鸳鸯 人老了 身边最好的人不是儿女 也不是亲戚朋友 而是老伴 道理大家都明白 都希望能够和老伴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哪里都去不了 还能够牵手唠嗑 背靠背休息 可是现实很残酷 夫妻之中总有一个人先走 剩下来的那个人 就不得不孤独终老 虽然不愁吃不愁穿 手里有钱 回家有房 但是缺少了心灵的寄托 如果老伴先走一步 你还能指望谁 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 积极面对 不要回避 从当下的养老状况来看 不管你有多有钱 同样和以下五种人搞好关系 一 结交邻居亲亲 学会互帮互助 老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按理说你也是长辈了 要受到晚辈们的照顾和尊重 但是大家都很忙 有自己的工作 还不能在同一座城市居住 尊重你 也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拿着礼物来看看你 大部分的时间你就是在小区里走走 如果家住农村 就是去邻居家串串门 扯几句 如果你认真梳理自己的人脉关系家谱 就会发现身边的一些邻居和自己是远亲 比方说你姓刘 那么你的邻居之中也有人姓刘 按照家谱上的记载 你和他是一脉相承的 辈分上是可以扯清楚的 或者从老伴 儿媳 女婿 亲家的 家谱中也能得到一些同宗的远亲 另外 在离家乡很远的城市里 老乡也可以算是远亲 你还可以主动向邻居攀亲 出门在外 有了亲戚 人际交往就容易一些了 并且大家可以找到聚会的理由 一来二去 互帮互助的养老方式就形成了 也就是说不要拒绝和邻居交往 要学会互动交流 留下几张感情牌 在你很老的时候就用得上 二问候老朋友 缓解内心的孤独 老朋友不能常常见面 但是能够聊天 可以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 人老了 很多话不便于告诉儿女 不能够对儿媳女婿说 但是可以对朋友说 你的真实想法 也可以通过朋友 拐个弯传递给儿女 比方说 有的老人遇到黄昏恋 不好意思开口 但是朋友可以帮你 尤其是一些平时有交情的朋友 而你 们都认识朋友的话 儿女还是会很尊重的 张爷爷八十多岁了 一人独居 对于他的晚年生活来说 除了他自己很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 儿孙们会给生活费并时常来探望之外 他的一群老朋友 可以说给了他非常大的精神寄托 张爷爷的朋友里 有从法院退休的法官 有从医院退休的医生 也有很多和他一样普普通通的老人 张爷爷每天早晚都会和这些老人 一起出去河边散步 在路上走走停停 聊天看风景 身体有个不舒服什么的 那个做医生的朋友会给他一些很中肯的建议 有时候孩子们回来了 张爷爷一两天没出去 老朋友们就会打电话来问候 甚至到家里来找他 他们平时会在一起聊自己的子女孙辈 一起聊天起 聊新闻里看到的新鲜事 也聊聊各自家里的家长里短 因为有这些老朋友 张爷爷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个出口 其实啊 人老了都是孤独的 但如果有一群老朋友 能时不时的聚聚 探探天 说说的 那么心里就会有慰藉 尤其是老伴不在了的老人 有自己的老朋友真的很重要 人到五十就会懂老朋友真的很重要 无论生活好与坏都不能忘了老朋友 三善待医护人员 减轻身体的痛苦 上学时 我们学过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扁鹊是一个有名的医生 蔡桓公生病了 但是不愿意听医生的话 导致病入膏肓 没有办法治疗 是啊 人老了 不愿意见到医生和护士 但是不能不和他们打交道 与其忌讳 不如 主动交流 生病了不要担心 心态好一些 和医护人员多沟通 按照对应的方法去保养身体 虽然你不会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蹦乱跳 但是你可以把握住自己的身体状况 让自己活得舒服一些 不要看到医生护士就立马给脸色看 认为自己是一个病人 应该得到关照 学会互相理解 你对别人的笑容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似亲戚 儿女和孙辈找到养老的依靠 老人们常说 哪个孩子好 真的要等到老了才知道 优秀的孩子自然有优秀孩子的好 但那些不那么优秀和有出息的孩子 往往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 父母生病住院了 也都是他们忙前忙后照顾着 人生在世 哪能事事算得准呢 懂得为自己留后路 才是聪明的父母 说到底 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就算是父母和子女 也没有天然 就是有感情的 都是恩情的传递 小文结婚之后 欠了不少房贷 因此生活过得紧紧巴巴的 有一段时间 婆婆主动提出要帮忙带孙子 小文身上的压力啊 顿时就减轻了不少 隔一段时间 孙子到了上学的年纪 但是孙子不愿意去小文所在的城市 因此就在婆婆所在的城市上学 婆婆的帮忙让小文很感动 因此隔三差五会送一些东西给婆婆 一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老伴过世了 儿女的作用啊 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你很固执 宁愿把钱送给外人 也不愿意给儿女 那就是会引起家庭矛盾 另外 你帮助了孙辈 就是变着法子关爱了儿女 一家人需要规则 但也是 要打破规则 以感情为重 五 体贴身边的保姆 把她当成自家人 在运势名言第三十次卷里 有一个叫李仪的官员 他离开家乡陈州去杭州 夫人因为家里有财产和土地要管理 妻子和孩子留守 他带着管家王安去杭州 在杭州期间 李仪多次托付管家去郑州探望 还让管家带儿子到杭州来小住 管家充当了一家人的情感联络员 其作用不可小看 很多老人在老伴过世之后 会请到一个保姆 老人认为自己家拿了钱给保姆 就应该安排保姆多做事 否则这钱花的冤枉 事实上 保姆的作用不仅仅是做家务 还可以承担一份感情 你把保姆当家人 保姆把你当家人 请干事 需要互动的许多蛮横无理的老人 保姆都不敢上门 就算老人愿意花高价请保姆 也不会如愿 谁都是父母的儿女 谁就天生 要受委屈 保姆是一份工作 不是身份卑微的标志 韩梅子里说 是人不如自事业 与其靠别人 不如靠自己 这样的道理适合年轻人 不适合老年人 当老人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 还一个人独来独往 显然不现实 人要学会独立 同时要学会福老 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 谈什么情感 金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买不到真情 有道是春众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你想要在人生的最后时光 活得体面一些 就要在自己可以走动的时候 对别人好一些 人到晚年仍旧要远见 不要以老卖老 认为自己 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照 要懂得没人应该帮你 帮你啊 都是情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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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